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交通问题 还有我们的民生问题 以及地方发展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张元祥张艺作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元祥好 第二位是我们仁爱区市议员庄荣卿 庄主席 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 主席好 第三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 郑凯玲最漂亮的异作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凯玲异作好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三位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基隆捷运 其实基隆捷运呢 其实在上个礼拜 做了一次我们的环境评估的说明会 三位异作都有到达现场 我们要请教三位异作 其实在说明会当中 你们听到了什么 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先从异强开始好不好 好 谢谢小军 那这个是我们就叫基隆捷运 其实是从台北延伸过来 经过台北市的南港 然后到汐止 然后到基隆 到基隆总共会有五个站 那最末端 这个他们称为第一阶段的基隆捷运 最末端是到八堵站 而在中间的七堵以及百福社区 这中间有三站 所以总共在基隆有四站 那其实当天多数的基隆市的民众的反应是 这个基隆捷运没到基隆 怎么称为基隆捷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为什么要分两个阶段来进行 那为什么一并的来规划在到基隆的捷运 那第三个 我在当天会议最末端 就提出来是 那基隆人有没有选择权 也就是第一阶段 现在已经在做环境影响评估的公厅会了 其实它是环平 其实只有两个阶段 最近我们接触环平很多 除了捷运以外 另外就是外木山台电协合电场填海造地要造四街 也是在环平 环平会有出品所谓专家会议 这个是民众可以全部参加的 第二个才是进入到环平大会 那在环平 出品跟环平大会之前会有地方的公厅会 主办单位说这个是环平的更改 利益良善 OK 听到大家的声音 不过这次的环平公厅会其实办了三场 一场在台北 一场在新北 一场在我们基隆市的七堵来办理 那我想今天其他我们两位议会的议员的前辈都有去到现场 不管是基隆市的哪一区的民众 基隆捷运到基隆来 其实是大家引颈期盼已久的事情 当然不会言的是 现在这个捷运目前只进行到八堵 我那天最后提的是 那基隆的决定权是八堵到基隆到底有没有 那有的话是只有捷运还是没有捷运 只有火车 或者火车线流的铁道跟捷运共够 那共够又是什么样的方式 那当天听到的回应 现在是由我们基隆市交通处的前处长 就是李刚先生 现在他是交通部铁道局的主任秘书 他直接的告诉我说 第一个我们直接问到最难回答的地方 那他做了一些铺陈 比如说为什么要分两阶段 是说那因为八堵到基隆是很难决定 决定不了 甚至当场会议当中 有人提到我们那个蔡世英立委的办公室主任 就是说那给市议会来做决定 其实不是这样子 在公部门做事情中 交给谁来主席做的决定 不是 应该刚刚我提的民众的这个想法很重要 所以他又提了第二点 他说我们提这个问题就几乎就是 直接扎进去 把一根针扎到一针见血了 但是他提的是说如果要地下化经费 是基隆市政府要出 其实我们可以联想得到 这一个基隆捷运南港火车站 南港展南馆到新北市的交界 也就是到汐止 这一段是地下化的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 我相信大家记忆犹深 这一段当时这个科批 台北市长科批 就坚持我要地下化 把南港寸土寸金 或者是你只到展览馆 我要的是你要接到 南港火车站三铁共购 而不是只到走路面的 或走高架的 要到南港展览馆 所以台北市政府出钱就出了 待会还有很多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包括接下来营运的部分 这次的工丁会也直接讲出来 基隆市是要付费的 营运亏损或者基隆市相关的建设 基隆市政府要出钱了 所以跟之前林佑昌市长在议会 每每跟议员讲说 基隆市政府不用出半毛钱 所以我们看不到计划 不知道预算多少 这是不对的 所以听起来就是其实 基隆要拉到我们真正的基隆市中心 是很多民众共同的愿望 希望能够在这一次评估当中 一并解决 但很多人就会想说 那就等他们真的动工了再说吧 如果都还没有动工的话 其实根本就是只需乌有 因为有很多样的案例出现 我们要请教主席 我想基隆在谈这个 结议这个议题 大概是从2000年开始谈起 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 每次都会被拿出来 那时候都讲说 是民生细子线延伸到基隆 或是板函线延伸到基隆 所以那时候有这个议题以后 基隆市的民众都非常关心 可以讲说引领期盼 能够说基隆有一个很方便的结印 让我们通勤族 不管是上班上课 能够很方便多一个选择到台北 所以讲了二十几年 那讲了二十几年 讲了二十几年当中 后来这个就在2017 我想蔡总统到基隆 送给基隆一个大礼 要有一个所谓的基隆轻轨 五年就是今年2022要来完工 那结果今年2022 苏院长到基隆 他讲说这个基隆捷运定案 从八堵到南港 总共16.5公里 然后要花费425亿 这么庞大的一个金额 那结果我们那一天去开 那个所谓的说明会 台北市办一场 新北办一场 然后基隆办一场 这么 因为这么庞大的一个交通建设 只有办这个三场 我认为是 应该是在呼员 在呼员 在呼隆 所有三个市的这个民众 我认为应该他们应该要很负责任的 至少在基隆 我想每一区应该办一场 说明会 让大家能够了解 这基隆的捷运 到底是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一回事 尤其是 现在只谈到八堵跟南港 没有谈到基隆 那所谓的基隆捷运 都是一般民众都在讲 都希望说基隆捷运是能够到基隆 所以说以交通部长来讲 他有提到说 基隆八堵到基隆这一段 要采高价 可能要花70亿 所以整个加起来 整个所谓的基隆捷运来讲的话 大概要花费500亿 那500亿的情况之下 中央负担 他们有提出 大概负担77% 其他23%是由北北基三个市 来共同分担 那分担的情况之下 也没有说出 到底我们要分担多少 那未来由新北市捷运局来营运 那是不是如果 音量不够亏损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基隆市也要分担 那当初林市长有提到说 基隆的捷运 我们基隆市政府 不用花一毛钱 所以他应该要跟基隆市民讲清楚 所以这个捷运的部分 基隆捷运的部分 还是要由基隆到南港 所以在巴都跟基隆这一段 一定要同时来做 我们大多数的基隆市的民众 希望说捷运跟火车都应该共存 所以说应该要同步来做这个事情 应该同步来做这个 我想最重要是让民众 能够来多一个选择 是说我今天我要到台北 我要去哪里 我要搭火车 还是要搭这个捷运 由我们自己来选择 尤其我们基隆火车站 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班次非常之多 我只要去高雄 我就从基隆火车站搭车 然后要放假也是从高雄搭火车回到基隆 非常方便 那基隆为了配合很多 尤其前一阵子 这个因为什么疫情的关系 基建车又来减班 从5月16号减了90几班 这影响到基隆上班到台北 是非常之严重 所以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前立委谢国良 也都很关心这个事件 所以说也希望说 中央应该要正视基隆的前一 我们基隆人不是二等公民 我们应该还是保有 我们能够到台北 很方便的到台北 所以在这边应该 中央交通部应该跟我们讲清楚 尤其是未来营运的票价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 票价你应该票价是 大概是多少钱 这应该到底讲都是要出来 包括它的时间 从基隆到这个南港 大概到行车时间 大概是多少 我想这个都应该 让民众能够知道 我想一个这么重大的 一个交通建设 照理讲应该是 事先都经过很审慎的 这个评估很审慎的计划 才有这个金额出来 哪有说宣布这个 那其他都没有 甚至那一天去开的这个说明会 非常简单 我一直认为是 根本是在敷衍了事 所以我觉得我们基隆人 基隆的民众 不是二等市民 所以我们有知的权利 是应该由中央 由交通部或是基隆市政府 要完完整整的 跟基隆市民 针对整个基隆捷印的部分 要说个清楚 谢谢 真的就是要说清楚 因为基隆民众真的很关心这一件事 大家都在看到底是不是 真的我们要请教凯玲 那天去开了这个参加这个说明会 有什么样的感受 说实在的 捷运到基隆 这个政策方向 是我们基隆市所有的市民 非常期盼的一个一条路线 的一个捷运方案 但是据我们现在所了解 它现在的方案完完全全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 所想象的或者是我们期待的这种方式 所以让我们非常的困扰 也不了解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照理说 来到我们所谓的基隆捷运 它只是碰触到 它把它的最尾端 末端碰触到我们巴独 碰到我们基隆就说是基隆捷运 那这样子是让我们非常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以我们基隆市来讲 我们的市中心 就是在我们的基隆市火车站这附近 所以你如果说是用基隆捷运 来这样子说的话 来称呼的话 应该要到我们基隆市的市中心 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基隆的 所有的市民都能够很方便的 能够搭乘到基隆捷运 另外一点 它现在只是到巴独而已 从巴独是平面以外 其他的部分都是以高价的方式来搭建的 那这样的话 也让我们也不禁会想说 既然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你高价没有办法直接高价延伸到基隆 而且可以铁路跟捷运是共够的 不是共够 是可以同时并行的 对不对 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甚至还可以拉一条高价的 直接往我们安乐区的方向去行进了 到我们长庚医院 甚至大五轮地区 这样子的方向 四通八达的部分 这样上甚至还可以往暖暖八堵 暖暖的地区去的 这样子四通八达的部分的话 才能够真的让我们基隆市的交通 能够更方便更便捷 让我们所有的通勤族 能够更更 能够搭车的更便捷 而且这样子的话 还可以让高速公路的车流量 能够再减少 所以我在议会咨询市长的时候 也曾经提过非常多 我们许多朋友的想法 来给市长做一个建议 因为许多基隆市民 除了要到台北市中心外 也有到南港内湖上班的 这些朋友很多 所以其实我们心中最优质的一条路线 就是民生系纸线延伸到基隆 所以我每次一谈到这个的部分的时候 尤其是那一天在环评说明会 我谈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说叫我不要再想了 现在已经有这一条了 已经在规划在这条了 不要再想那条 可是说实在的 以便捷性以及所有的经费预算上面 来展现出来的话 照理说应该是这一段 民生系纸线延伸到基隆 是对我们是最便捷的 而且可以省去 非常多的一些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懂 也希望说交通部 能够有时间机会 也来说明 为什么这条路线是行不通的 让我们有更多方面的资讯 可以更加再了解 针对通勤族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建议过市长 除了捷运这条长期抗战的一条方式以外 也需要更加关心台铁的优节化 还有客运便捷化 以及高速公路拓宽工程这些的项目 如果这些东西一起来搭配的话 我相信我们基隆通勤族的到北北基陶 我们共同生活圈工作的话 会更加的便利 是 你可以看到益座都非常的关心 而且我知道他们早上现在都有开直播 就真的到我们的现场去关心 这个通勤族到底需求是什么 我要先请教悦想 其实当天我们是刚刚 你在基隆火车站 是是是是 如同刚刚张通勤主席讲的 基隆火车站跟立法院都去 透过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招委 就是我们洪孟凯洪委员 特别把这个铁路局找来 就针对这个疫情期间 这么多班次他没办法行驶 那倒致基隆市的通勤族在上班等车 那是一个下午 从基隆到汐止等了两小时的车 那没有火车为什么要等那么久 很多人搭计程车去 疫情期间到底不聊生了 那为什么会等那么久 当然因为基隆到汐止的公共交通 就是公路运输也是缺乏 这近几年有很多基隆到台北 好像最近有看到我们在直播上面 有一些基隆台北的通勤族 是搭国道客运的 不管过去的这个国官号 或者是现在台北市这些民营业者 来经营的这些路线 那我们很期盼的就是第一个要展现出 做这个直播展现出基隆市人民的痛苦 连要去上班 然后乖乖的坐大宋捷运 对环境很好的这样的行为 我们不自己开车 不骑摩托车 又安全的这个行为 竟然因为这个铁路局的这个托班 导致大家受到痛苦 但台北要台北上班或新北上班 老板不知道 那如果老板听到他们就觉得 哇 基隆是不是变成是 被边缘化刺激的一个城市 那我们很真的是非常严正的 呼吁中央的交通机关 不管捷运也好 或者平常的铁路也好 应该多为地方来着想 那我再多谈一点的是 因为基隆市就是位于台北市 这大都会旁边的这个卫星城市 有很多青年朋友 因为在台北上班 他买不起房子的而移居到基隆 或者基隆本地的年轻朋友 他要往台北去工作 那现在在捷运正在规划的同时 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 在台北市捷运已经有20年的经验 这20年的经验就发展出一个 以捷运 大众捷运为中心 发展那个都市的发展 不要竟把这个捷运 当成是政治选举的口号 或者是更卑劣的是 比照所谓过去文坛高铁 这样把捷运的这一个站 变成是草地皮的一个地方 那这样子其实对基隆市的城市发展 也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威胁 也就是青年朋友 他本来经费就 就是在这个手头上的费用就够低了 结果想要离结 因为近一点的地方 来这个购置房屋或者来发展 都要被剥削 所以这个也要趁这个机会 再借我节目来跟这个中央的铁道局 规划捷运或者是铁路局在火车的运营上面 也多为基隆市的 以及来基隆居住的青年朋友们 来多设想 就是要关怀我们现在青年朋友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的通勤族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我知道杜西也是有到现场来直播 有看到他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前几天我跟这个谢国长前委员也到这个火车站南站 去关心这个议题 也是针对了我们5月16号 就因为司机员确诊 所以减少班次 总共减少了总共96个班次 那影响我们基隆市民非常大的这种权益 所以也要求这个交通部是应该能够在这个 司机员充分的情况之下 不应该影响我们基隆民众搭车的权益 那另外我也补充一下 针对着我们所谓的基隆捷运 提到的那个交通部长 王部长都提到说 巴督到基隆这一段 要70亿才高价 那我虽然不是交通专家 但我怎么看 不管是高价或是地下化 绝对是不可能 因为它的距离太短了 所以只能走平面 那走平面 它现在未来规划是第二段规划 它有这个山坑站 巴督到山坑 然后又有个庙口站 然后一个基隆火车站 然后再来一个旅营大楼 还要有四站 我觉得实在不可思议 一个交通部长会规划这种基隆捷运 我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因为基隆长期来对于这个捷运的议题 当初板南跟这个延伸到基隆 跟民生后来是民生气质线的机会比较大 那如果说能够说 基隆捷运如果说没有办法说通到基隆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不叫基隆捷运的 所以说在这边如果希望中央能够正视这个议题 让基隆人真正能够有另外一个 到台北的另外一个交通工具的选择 是 就是要有多元的交通工具选择 大众交通 这样大家可以顺利的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 节省时间 这就是小确信 我们要请教凯玲 其实在安乐区你去直播看到的是9026 对不对 好 是的 以9026这条路线的这个我们首都客运来讲好了 9026这条线路是我们九年前 九年前由谢国良担任立委的时候 争取出来的一条路线 可见你看九年前 所以那时候的通勤族就非常的需要 到这种直到台北的这种交通工具了 所以九年前的时候我们把它就是 争取到9026这条路线以后 就开始到现在 因为我们9026说现在首都客运说 他们非常的就是营运不下去了 说有严重的亏损 所以营运不下去之下 所以我们基隆市政府也赶快来协调 跟高工局来协调 看看怎样的处理能够让这条路线 能够继续继续的保持下去 因为9026对我们安乐区的通勤族上班族 是非常有需要有这个需求性的 所以变成说现在的方式是已经协调到了 符合客运 由符合客运来接手 所以这条路线还是会继续的保持有车 来营运的 但是所有的 像我昨天在现场直播的时候 发现说所有的民众现在的疑虑以及担心是说 符合客运 它的车子的车框 因为它是柴油车 所以它的车框跟一些服务的品质上面会有点落差 所以接下来的方面 我们也是要必须要跟符合客运公司来协调 来协商 看看如何将它符合客运的一些品质 能够服务品质能够提升 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这些市民朋友们 能够更加的放心 是 就是要让大家安心又方便的抵达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各个角度各个的大众运作都 我们可以看到民旦们 我们的设计员都非常的用心在为大家争取 那除了这方面之外 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疫情了 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基隆的手冲很严重 那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要争取基隆厂跟医院为我们的医学中心 我们先请主席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你致力于在争取这一块上面 好 我想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那两年多的情况之下 我想我们的指挥中心 从开始疫情到现在 开始的口罩 疫苗 快拆试剂 到现在的药物 到民众确诊 然后中重症去就医 我想都延伸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我长期来在议会总执行一直跟基隆市这种建议 像希望长庚能提升为医学中心等级的这种医院 因为我们看到重症的这些确诊 市民 因为没有这个病床 然后要转诊到台北 所以造成很多中重症的这个市民朋友他的病情加重 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希望说我们基隆市社 我们中央能够重视我们基隆市民就医的这种权利 让我们基隆也能够有像其他县市一样的医学中心等级的医院 让基隆的民众就医会比较安全 那尤其看到其他县市 包括我们台北有八家的医学中心 我们这个新北有四家医学中心 高雄有三家医学中心 台中也有三家 台南两家 那这个桃园也有一家 那其他县市非六都的就只有彰化跟花莲 才有这个医学中心 我想就这一次的疫情 所以基隆市政对这方面应该要加油 希望说中央对于整个基隆人就医的权利 是应该能够给予我们来帮忙协助基隆 有一个医学中心等级的医院 包括儿童医院 我想儿童医院对于整个儿童就医我想我们也都看到新闻报导 因为我们基隆有一个两岁的小朋友 就因为确诊他没有这个病房 结果要问了好几家的这种医院 到第五家才转诊到这个台北的医院 那结果很不幸的在第二天的早上就往生了 那如果说我们基隆也有类似其他县市的这种儿童医院 让我们基隆市的小朋友 如果真的万一有这个重要的重大的这个伤害 需要就医的话我们基隆如果有这个儿童医院的话 也能够让我们基隆市的儿童能够很方便 像我所了解的全台湾只有四家儿童医院 在今年的9月1号新竹可能又多一家这个儿童医院 他大概是有这个未来是要有400床的这种病床 能够结合妇产科 他从0岁到18岁 我想新竹可以 所以我们基隆也应该可以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会建议基隆市 希望中央能够来帮忙 对于照顾儿童 尤其我们现在少子化的情况之下 如果更有方便 更有这个能够来让我们这个小朋友 在成长过程当中 能够有这个儿童医院 能够来照顾他们 能够让他们不舒服的时候 能够很方便来就医 像这个美国 它很多地方都有儿童医院 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我想都有很先进的这个儿童医院 可以让他的儿童能够很方便地来就医 所以未来也希望说 我们基隆也能比照新竹 能够有一个儿童医院 是就国外的经验 还有我们的其他外县市的经验来看 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最主要就是在这一次疫情冲击当下 我们幼儿医疗体系的建议是不可以忽略的 我们要请教院长 因为这次疫情让我们遇到这个就是千载难逢 最好不要有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什么样的情形呢 大家如果再仔细去回想的话 我们从这次疫情得到很多的经验 那最重中之重是大家知道疫情最该防范发生的是 就是因疫情而早逝死亡这样的情况 那刚刚中农青庄主席庄议员也提到 基隆市出现了很多这样因疫情而死亡的 其实我们在地方当民意代表 我们真的对这些因疫情而死亡的好朋友 或者他的家人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悲伤跟难过 那每每我们到这个就是冰障管理所参加活动的时候 冰障管理的地方是客满 那不只是基隆市的市民 很多隔壁瑞芳 汐止 双溪 贡辽 平溪 金山 万里 也都到基隆我们这个冰障管理所 这边来处理他的后市 因为其实在过去 我们如果大家是老基隆人 或北部这个地区的人都知道 我们从中渝记就讲到金基雕石 甚至包括石定都属于基隆的这个地区 整个生活的范围区域 那因为台北市在以及新北市的整个成长发展之后 我们再谈回来疫情 从口罩的口罩工厂 后来有所谓快筛国家队 这些都可以到民间 甚至都用地方政府的力量 不需要到医院里面来做 其实有些工作是真的硬拉出来 医院的量能不够了才硬拉出来 像PCR一开始 也都只能在医院或诊所里面来实施 另外再加上比如说 相关的防疫的相关的作为 都尽量的由民间或政府来组织 然后透过所谓民政系统 或者是透过相关的系统 政府的系统来做防疫的工作 不过还是发生这么多 因为疫情染疫而死亡的 所以讲回来就是医疗量能的缺乏 所以我们非常赞成像医学中心 这样的一个大型医院 在基隆市赶紧的来成立 这成立之后呢 还可以服务到周遭这些 刚刚提到的这些乡镇市 我们初步算起来先不算系织 因为系织它本身也有大型的医院所在地 那从瑞芳、双溪、平溪、共疗 再到金山万里 再加起来也有将近十万的人口 十万的人口 加上基隆现在是三十六万 这样四十六万的人口 其实真的是需要很多力量 很多大型的医院的量能来帮忙 那更别说是儿童医院 所以在这次疫情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 其实第一个 大家知道打疫苗很重要 可是呢 幼儿或者孩童是没办法马上打疫苗的 他们总是排在最后 因为他们打疫苗的这个作用力更大 甚至因为打疫苗而产生生命的危险 而年长者是第一优先顺序被排来打疫苗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比抗力最弱 他们如果即便打了疫苗 因为本身身体有一些无法产生抗体的因素 比如说慢性病 或者甚至有些长辈他 或者是有罹患癌症的人 会因为打疫苗之后呢 不是不能打 打完之后没有抗体 今天大家会打到第三剂第四剂 反而要感谢这些本身无法形成抗体的人 是在美国发现打到第三剂才产生抗体 所以赶快大家用这个字眼叫追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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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到第三剂 现在准备到第四剂 所以这些事情就可以发现说 其实医疗量能上面呢 能够弥补孩童不能打疫苗 以孩童的疫苗在最后才有办法来打 第二个是长辈 他们万一因为没有产生抗体 而产生并发症或者重症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足够的医疗量能在我们基隆市 包括基隆市周遭的这个我们的国人同胞 都可以共同的想来使用 这个共同的来让我们的专业的医师团队 来做医疗的方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医疗中心 所谓医学中心 它是一个栽培医市人员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就学的这个 就读那个医学院的这些学生 能够到医学中心来做实习 学习 那未来他们可以分发到其他 包括医学中心的这种大型医院 或者到自己开设的诊所里面 或者中小型的医院里面来做服务 那对基隆地区的子弟也有更多的帮助 也就是我们其实基隆人大家都知道 我们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基隆的孩子读高中 甚至有的读国中 就会想到台北去读书 我们很称赞这个读书很优秀 然后读医学院的 如果他考上医学院 又分发到基隆来的医学中心 来实习服务 这相对对基隆市民是一大福音 因为他熟悉这个地方 他知道基隆周遭的人情 风俗 天文 地理 地后 都知道讲起话来 这所谓医病关系也会比较好 所以长期看来不只是疫情 让我们有这样的感想 能够争取医学中心 合并医学中心有所谓的儿童医院以外 还可以让我们未来的基隆子弟 有机会在医院来服务 是 就是要补助我们这个医疗量能不足的问题 我们要请教凯玲 是 所以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这个现况 说实在的中央的所有的作为 让我们基层民众 大家都是非常不满意 以及真的是很多的诟病发生 他们口口声声都说是超前部署 结果要口罩没口罩 要疫苗没疫苗 现在要快筛没快筛 都要这样子等等 没有一次一件事情 他是超前部署来整理好 让我们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 就马上可以随手可及的 都是在这样子苦苦等待 苦苦哀求 苦苦的声声呼唤 他们才会跑出来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所谓的超前部署在哪里 我们实在是不得而见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所以这种是真的是非常落后的一种表现 那回归我们第一方好了 基隆市的疫情也是真的是沸沸扬扬的部分 很多时候都是在在显示 我们是基隆真的是医疗量能不足 医疗量能不足 从我们这次孩童延误就医 这个事件来说就好了 当时我们现在就是基隆市 没有我们现在的儿童ICU病房 就是没有这个ICU病房 所以让这件汉事来产生 如果今天我们基隆的医疗量能 充足的话 有这一个ICU病房的话 这件事情就不至于 会衍生到这样子 让人家有这件遗憾的事情 能够发生了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基隆地区的医院 不单单是只是服务基隆市民朋友 刚才我们庄主席跟我们冤响也都有说了 还有我们新北的包括金山万里石门野柳等等 这些区域的民众朋友 也都是会就进到我们基隆的医院来就医 或者来寻求一些帮助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政府 我们基隆市政府能够整合 整合这些医院的量能 除了可以发现哪些的不足之外 还可以 我是希望能够扩增院区 要扩增院区 而且在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平时就要储存能力的一个资源 征召退休医护人员加入这些我们的医疗站队 这些部分我们都之前 我们都必须要先行准备好了 所以包括我希望说 我们部立基隆医院能够增设第二院区 还有我们长根医院能再继续增加院区 并且将长根医院能够提升到医学中心 这是我们一直非常期盼的一件事情 而且庄龙青庄主席 每一年 每一年他都会跟我们的长根医院 以及我们的基隆市政府 来咨询来沟通来要求 这件事情 其实长根医院它的量能是充足的 他今天如果说能够再增设成 提升到医学中心的话 对我们基隆地区的所有的民众 就医的是非常有帮助 而且能够更棒的一个部分 所以还有跨工医院跟三菌种医院 基隆院区的量能的增加 这个部分都是我们期待说 基隆市政府能够整合这些医院的量能 让我们基隆的医疗网能够更加的缜密 来加回我们基隆的民众 是就是拓增我们基隆各大医院的院区 然后整合所有医院的量能 这样才能加回我们基隆民众 但这样的方式之下 就可以看到我们三位名代 我们三位异座 他们真的是经营在地非常的深入 而经营在地这件事情 要带大家来看看他们在各区所做的努力 我们先来问一下我们的庄主席 主席在经营地方上花了相当大的心血 我知道就是跟渊翔一起来争取 我们在巴朵高中的重训室还有操场 他们完善了体育设施 加回了我们地方的学子 我们要请主席先跟大家分享 我想担任民意代表到现在 我想我们重视民众的权益 尤其对于教育体育 然后弱势团体的部分 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说 那个学校的部分 我想长期来都对学校非常支持 所以这一次巴朵高中的这个重训室 因为他们长期来都在我们田径场 在这个练习 那因为这一次的这种田径场的改建 所以他们都回到学校去练习 那因为长期来 所以巴朵高中都为我们基隆争光 出去比赛都很好的夹击回来 所以他们需要这个重训的部分 那我就帮他们遵取一些经费 然后设置重训室 让他们能够很方便的来信念 那希望说继续为学校争光 为基隆争光 真的就是要继续为基隆争光 像那个我知道巴朵高中是冤翔的母校 对不对 你听说争取的这句是 学校回馈是什么 我谢谢我们庄荣卿主席 庄议员他主动的 因为他长期以来跟基隆市 我认为他是 我们巴朵高中的校球 国家的国球是 在台湾是棒球 在日本的什么叫国际是相扑 那巴朵高中的校球 就是我们的橄榄球 那橄榄球委员会 所以张主委跟我们庄主席 一直关心我的母校巴朵高中 在橄榄球运动上的发展 橄榄球运动是我们巴朵高中 体育班当中最重点的一个项目 也班了很多冠军回来 是啊 而且都是几年霸几年霸 而且是过去是国中 现在国中高中都有队伍存在 甚至现在也发展女生 女生叫带式的橄榄球 背着袋子好像背着羊 歪着娃娃这样 这样的一个新式的橄榄球运动 我们也有女子排球 我们也有跆拳道 所以在这几个运动当中 都非常需要所谓重量训练 这重量训练是对体育选手来讲 是一种让自己身体的这个肌耐力 更加的匀称 然后能够适合更专业的这种运动 强度高的运动赛事 尤其是全国性甚至未来在周域 亚洲地区或者是在世界都能够 因为我们主席跟学校的合作 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比赛出赛的机会 那八斗高中其实在橄榄球说是校球 不但是在基隆市在全国都是很好的佳级以外 甚至已经有校友到纽西兰去打俱乐部 你知道纽西兰的橄榄球的强度 跟它的知名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再来是风雨操场 刚刚萤幕上也有看到风雨操场 风雨操场这个部分其实整个整修之后 对刚刚提的各个运动体育班以外 在学校的集会 这个孩子们 在学弟妹们在下课时间的运动 都多了很多的场所 那也让这个疫情在稍微减弱之后 八斗高中能够马上衔接上 这个在过去疫情当中 没办法从事的一些运动 那好巧不巧今年大家都有感受在基隆市 我们的这个下雨的天数 我是创有时以来记录 就我所观察在五月份之前 大概不到二十天是没有下雨的 所以在刚刚讲的重量训练 风雨操场这些都是在室内 或者办事办户外的地方 可以来从事运动 而操场的这个跑道整修 也是让所有的这个孩子跟师长们 家长们不但让学校更美轮美奂 而且多了更多运动跟安全运动的一个地方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对八斗高中母校的这个支持跟关怀 对 这就是深耕在地关心民众的需求 在教育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座 就对这教育的部分下了很大的勾服 其实在我们的市区 我们的新一国小 其实智慧教育的硬体设备 我们的庄主席 其实投入了非常大的心意 我们要请教主席 我想长期来 对于教育 所以我们同仁都非常重视 那因为在大概六年前左右 那时候 新一国小赖立文赖校长 成立了这个所谓的思维发明中心 思发中心 那就让一些小朋友 能够学习怎么样子来写程式 然后那时候也恶性也来协助帮忙 所以让学生高年级的学生 能够来这个 到思法中心来上课 那后来学校有跟我反映 一到四年级也应该一并能够来考虑 所以就去征集了一些经费 设施了一些设施 能够让小朋友 能够一到四年级的 也可以来那边上课 所以说在这边也非常感谢 我们赖校长 以及我们陈主任 还有这些老师 长期来对思发中心的付出 所以让小朋友出去比赛 都能够拿到金牌 甚至申请回来申请到专利 所以说我们长期来对教育的重视 也希望说我们未来 每个区 是不是能够有类似花明中心 让小朋友能够多元来学习 那对于整个教育方面 我想提 体育跟教育都是一体的 我想我在这个94年的时候 也建议基隆市政府 成立所谓的体育发展基金 真正照顾体育选手 来发展体育 那时候也得到我们喜财力市长的支持 还有我们张通龙议长 还有我们郑宁议员的这种支持 所以很顺利的 来成立了体育发展基金 那时候因为93年 我们办了全运会 全运会 然后许市长就募了一些钱 那剩下1400多万 所以那时候就成立了体育发展基金 能够来照顾所有的体育选手 不管是学校体育 然后社会体育 那另外我们对于学校也非常关心 包括成功国小 我们所有的学校的这个栏杆 大概300万 我们也都去争取来改善 包括我们仁爱区的国中小的这些AED 所谓的这个电极器 轻便的电极器 也是我们去争取一些经费 来帮学校来构思 我想长期来我们都关心学校 所以未来我们还是会朝这个方向 那帮学校能够做更多的事 不只学校 其实弱势团体主席也付了很大的心血 像是生脏洗车中心的环境设备 就提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我们要请教主席 那个生脏中心 我想我们同仁都非常关心这个弱势团体 所以在十几年前争取了这个第一生脏洗车中心 让一些生脏朋友能够在那边上班 能够自己来照顾自己 自己来养活自己 所以从那一次的这个洗车中心成立以后 提供了二十几个就业机会给这些生脏朋友 那所以那时候办得非常成功 一年比一年 这个他们的营业 营业绩效都非常好 那在这边也借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基隆市的所有 非常有爱心的这些民众 而且长期以来对于我们 生脏洗车中心的支持 那林宴在那边排队 也不到别的地方去洗车 所以我在这边也借这个机会 感谢所有基隆市民 那因为这第一 生脏洗车中心的非常成功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朝第二个 生脏洗车中心的这个目标 现在也已经大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点 我想我们几个月同仁都会继续的朝向 怎么样子来帮我们弱势团体 增集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这是我们未来都要做的 对 真的没有后顾之忧 我知道凯琳也一起加入 因为我知道那个安乐洗车中心 就在我们的安乐区 是的 因为我们那个生脏洗车中心 也有一个年代历史久远 所以变成说一直每次一到下雨的时候 就会一直漏水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我跟中农青双主席 我们就去争取经费 将我们这个生脏洗车中心的屋顶全面都换新的 把它补墙换新 让它不至于在工作期间的时候 还会一直在漏水 里面在洗车 上面在下雨滴水 所以这个部分也沉蒙我们很高兴 我们金融市政府也能够大地相助 让我们这个经费 能够很顺利地溢注进来 然后来协助我们这个生脏中心 让它能够很如期地 把它的这一个漏水 屋顶漏水的部分 能够把它处理完成 现在这些小朋友洗车都非常的高兴 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有经过或者有需要洗车的时候 不要忘记来照顾一下这些小朋友 他们洗的是非常认真非常干净 所以改善工程就可以造就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当然这一个改善工程的计划 也延伸到校园 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长乐国小 一样在凯林的服务地区 是的 是的 因为长乐国小也是超厂 因为超厂是非常的破旧不堪 然后今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了很久 所以希望能够重新整顿 或来改善 终于今年我也争取到一些经费 所以给我们长乐国小 将它的圆形超厂 圆形广场 做的把它改变 把门风 彩风 味道 全部都改善完成 所以做了一个非常美丽 美轮美奂的一个圆形广场 也希望说 市民朋友 如果有机会到我们国家新城的话 可以来参观一下我们长乐国小 这个新的门面 以及今年度的时候 因为凯林长期以来都非常的关注 我们学童 学校 学童要行进上学之路的 这个路线的路 好走或不好走 我长年来一直在关心这件事情 尤其是我们长乐国小 因为它 我们每天上下学 小朋友上下学的地方都非常的狭窄 而且都是楼梯 阶梯又大小阶梯都不大 都是不一致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今年凯林跟我们校长两个 我们就很努力的去找经费 争取经费来做计划 终于争取到了一笔经费 而现在目前也在整理 由规划师在设计当中 相信在今年度 就可以让我们长乐国小 我们学童必经之路 这条道路能够整顿得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期待 而且这个部分 之前在设计规划的时候 也都有邀请里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附近的里民 一起来共同规划设计 把该留的大树 我们都还是有保持留下来 然后小朋友行经之路 非常的顺畅 所以这部分我们非常的期待 也希望说有机会到时候 完成的时候 请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能够到我们国家新城 常乐国小来一览风貌 不只门面好看 而且硬体设备也更安全了 是的 当然这样的安全 还移升到了我们的建德国中 凯莉也争取了不少 是 因为建德国中也是我的母校 在这边 除了说我们学科 学科要好的话 我觉得说知识跟兴趣的结合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几年 我一直在协助我们基隆市 唯一的一所国中 就是舞蹈才能班 就是我的母校建德国中的舞蹈班 它的一些所有的设备 有需要的需求设备 或者是一些服装 或者是一些所需的材料 有需要的协助的部分 凯莉都一直在协助我们校长 来争取经费来协助来办理 甚至在一开始两年前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疫情刚开始时 我也是赶快去找经费 来争取经费 希望说能够给我们建德国中 远红外线的成像仪设备 让他们进出学校的时候很方便 因为说实在的 我想回馈母校的一种想法 然后让我们学弟学妹 非常的愉快 所以这个部分也希望说 各位好朋友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真的是能够一起来共享盛举 让我们所有的学童们 能够在一个非常安全 无忧虑的一个环境下来成长 真的就是回馈母校 跟刚才渊祥一样 而且渊祥还不止回馈母校 他其实还要永续海洋 我要请教袁翔 最后两分钟 好 近期大家都在我们的 基同市的各个新闻当中 甚至全国新闻看到 其实基同市现在在海洋上面 面临一大危机 就是台电公司准备在协和电厂 用填海照录的方式 来兴建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基本上我们 不管在议会的同仁 或者是行动的小组 我们发起了公投来 对 这个最主要是 我们希望 不要用填海造地破坏海洋 那我要简短的说 海洋真的是我们的母亲 如果不是海洋 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人类跟生物 都没办法生存下去 因为地球暖化是 因为整个海洋被破坏造成 整个海水温度提高 而且加上路上的垃圾 路上的垃圾 据说2050年 有专业的数据报告 海底的垃圾将会比鱼还要多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海洋的功能 其实我们虽然天上有 大家的概念是大气层有臭氧层 会吸收我们的温室气体 现在温室气体总体也很多 但是实际上专家的科学家说明 其实不是 这大气的是残余下来飘上去的 其实在海的时候 就是在大海 尤其像基隆这种天气 基隆外海其实受很多的严重 基隆下雨多 空气还没上去的时候 这种温室气体就被打到海里面 而海帮忙吸收就在这 就90%的温室气体 本来是大海吸收之后 然后其他摄影才到我们的这个 就是空气当中 就是大气层当中 所以对海的保护 其实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海边 我也很坦诚说过去小时候 因为我们的概念不懂 大海这么漂亮 里面热带雨这么漂亮 海鲜这么多 下去捕捞 捕捞完之后回来 带来养 也养不活 那现在我们反而换个方式 接受的专家 不要补了直接去海里看 是啊 第一个是 不是说不捕捞就是可以 而是保护它 保护它 它有永续的概念 就是你至少把它环境弄好 像我们之前也听说 卵丝的产房 卵丝为什么要造产房 因为珊瑚礁死掉 它过去产卵产的珊瑚礁 后来没有珊瑚礁 只要用贵竹虫去做产房 让它产卵 那它才会生生不息 当然同时就要做珊瑚的保护 但是珊瑚的保护不是一棵一棵一棵种 它就种得起来 珊瑚要很长的时间才会成长 但是只要这个海洋的温度提高了 然后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的所谓的珊瑚白化死亡 但是在基隆外海如果再做这样的行为 其实对整个不只是海里的生态 对陆上这个会造成温室气体 造成这个气候变迁 都会受到很重的影响 大家已经有明显感受到 最近这几年台风的数量很多 虽然没有回台湾来 就往冲绳过去 可是因为生成速度又快 数量又多 很难免大家一看到台风又形成了 过去照长辈讲 早期听到台风都是在关岛 或者是在菲律宾的南部 现在可能已经移到巴士海峡 就可以生成台风 然后就往上走 或者在菲律宾北部旅中岛附近 就深层台风就往上走 可是这样的气候变迁 非常的显著造成的天然灾害也很多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地球 不只是海洋生态 身边的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保护它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艺作 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永续海洋 而且看到我们的交通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地为民谋服 谢谢三位 也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